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独是名气不够响亮 这家没有啊 大量把它推广出去这样子 行销可能还不够了 类似市场供过于求 价格不易平稳 于是王光镇集结试农成立策略联盟 瞄准对岸市场 平时越来越多了 你不走出去你永远没办法 凡是企同难得靠自己找贸易商谈通路 去年前进厦门 成绩开出红盘 农民的自立救济 变通谋生路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我们自己转 好景还要继续 蜿蜒的山路上繁星点点 如画般的风景 其实是丰收品鉴 我们果能就是说 有袋子白白就表示今天丰收比较好 要是没有就是可能今天会比较难过这样子 靠天吃饭的无奈 也曾经让气伤从农的王光镇很灰心 大哥也碰到台风 赫博85年也碰到台风 那时候连续三年很难想到回去台北上山 还稍后过去了 放不下让他选择继续留下来打拼 像照料孩子般 结实累累也是最好的回馈 那像照料回后干嘛 可以收藏了吗 差不多了 做的是女生花的东西 还要二十多多 那做的是女生花的东西就开始长了 也见见了很多台湾农产品 前进大陆试水温打通路 在台中建和平乡这里的铁士农 不再单枪匹马了 他们决定群起并进 以策略联盟的方式共同作战 每个三毛 差不多了 每个三毛 差不多了